唐小舟挂断了王宗平的电话后 准备给黎兆平打电话 可是很讨厌 他还没有翻到黎兆平的号码 又有电话进来 一个副市长 唐小舟只好接听电话 不等对方出声 他先说了 哎呀对不起 在开会呢 然后就挂了 继续翻黎兆平的号码 又被打进来的电话冲了 唐小舟干脆扔了电话 翻出电话号码本 用坐机拨通了黎兆平的电话 黎兆平说 这是好事啊 一定要句一句 这样吧 我来安排 安排好了 给你们电话 放下话筒 唐小舟对侯正德说 正好 你去杨通上任 王宗平来省里上任 我嘛 也算是胡汉三回来了 中午 你抽点时间 我们一起喝杯酒 侯正德 觉得有点为难 他才刚刚下去 背着书记另搞动作 书记会不高兴吧 他说 哎呀 我我怕走不开呀 哎呀 你放心 你告诉老板 黎兆平在隔壁 你去敬一杯酒 他保证不会说什么 说不定啊 对你今后还有好处呢 侯正德看了他一眼 似乎在评估他这句话 唐小舟很想说 你还不知道 黎兆平和老板的关系啊 转而一想 这种事还是少说为妙 他并不认为侯正德 是个适合在官场混的人 自己之所以帮他 关键在于他交给自己的那封 有关隐约的举报信 自己不信任他 也源于那封举报信 官场毕竟是官场 在官场交朋友 那是很幼稚的想法和做法 朋友是要分层级的 官场所交的朋友 只能是官场朋友 商场交的朋友 只能是利益朋友 酒场交的朋友 自然是酒肉朋友 你都可以认为这是朋友 可你一定要明白 前面的定语 那样你也就能够 时刻提醒自己 注意这些朋友的兴致 不至于被这类 所谓的友情所伤 中午 李兆平在洗来灯 要了一个小厅 并不像以前那样 叫一堆美女做陪 李兆平是个很有分寸的人 他清楚 中午这餐饭 并不仅仅是吃饭 毕竟还有些话要说 如果有美女在场 吃饭的兴致 完全就变了 三个人坐下来 李兆平让服务员 将其他的位子全部撤走 希望三个人坐得宽松 唐小舟说 留一个位子 等一下 还有个人来 李兆平不知道此事 便问 什么人呢 他显然不想自己 这个三人帮 加进另一个人 唐小舟说 侯正德 李兆平不太熟悉侯正德 却也知道 目前侯正德 顶替唐小舟 当赵德良的秘书 哦 我听说已经定了 他去阳通 当副秘书长 是的 王宗平问 那你 回赵书记身边 唐小舟故作平静地说 我本来只是临时抽调 今天虞丹红 还煞有介事地找我谈话 说想来想去 只有我最合适 李兆平趁点菜的间隙说 别理他 这个人有点阴阳怪气 拿鸡毛荡令箭 王宗平说 你们都春风得意 只有我在空中悬着 扯什么蛋哪 马上就是常务副省长的秘书 和小舟平起平坐 都是二号首长 谁知道是什么结果啊 我听说 他和陈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不好 两个人斗得很厉害 我如果成了驰鱼 那就麻烦大了 唐小舟能够理解 王宗平的忧虑 两人一个是省长 一个是常务副省长 都是省委常委 谁如果想做出一个什么决定 另一个人肯定找出各种理由反对 谁如果想提拔什么人 也一定会受到对方的阻挠 两人要干什么事 一定是斗智斗勇将三十六计用变 在江南省 陈运达 以精通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历史 和善用三十六计著称 又是政府一把手 官职比彭清源要高一些 两个人间的争斗 彭清源自然处于弱势 王宗平看到的都是这些表面现象 他没有吃透一个关键点 赵德良是江南官场最大的变数 赵德良单枪匹马闯进江南 江南官场早已经分江裂土 诸侯割据 他想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 谈何容易啊 从中下层培养 虽然是一个办法 却太慢了 你还没有把自己的势力培养壮大 人家早已经将你的司令部捣毁了 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诸葛亮当初向刘备出的主意 连孙抗曹 也是当初毛泽东对蒋介石使的绝招 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这种意义上说 对于彭清源 赵德良绝对是要大家利用的 彭清源的命运和唐小舟的命运 有很大相似之处 与赵德良共荣共衰呀 这些话唐小舟不好对王宗平直说 只好换了种口气对他说 我们是朋友 是哥们 你相信我 我不会害你的 王宗平说 我当然相信你 只不过 我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趴井绳啊 你们不知道 井绳比蛇可怕得多 蛇嘛 你将他打死 万事大吉 井绳你怎么打死 怎么打 他还是井绳 还在那里 我相信一句老话 事在人为 我们三个人命运有极大的相似性 都走过弯路 吃过亏 正因为吃过亏 我才坚信一点 世界上的任何事 肯定有很多种办法去解决 但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是最佳的 一个人成功与否 或者说成就大小 与他找到多少最佳解决方案成正比 我还相信一点 遇到事 你努力去做 总比逃避要好 哪怕做错了 你可以获得经验和教训 经验和教训是财富啊 什么都不做 就只是零啊 王宗平对李兆平说 你也认为我应该去 当然应该去啊 我刚才已经说了 做了比不做好 做你就拥有了 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机会 不做你什么都没有 恰好第一道菜上来了 王宗平端起酒杯 好 我听你们的 干 干了第一杯酒 李兆平转了一个话题 听说 祝国华出声了 唐小舟不好直接回答 只是说 我远离权力中心 消息闭色 祝国华出了什么事了 祝国华 曾经是江南省官场的一个强人 军人出身 作风罢蛮 说一不二 具有令人震惊的执行力 当年江南官场一度盛传 他要当副省长 后来被彭清元取而代之 他被安排去了市人大 几年后 道陵退休 即使如此 祝国华 仍然以强势控制的柳全市的最高权力 六年之内换了两任市委书记 都是被他挤走的 直到他力剑的叶万昌被提拔 王宗平说 这个人太刚了 我早就说过 他迟早会倒霉的 李赵平说 最好玩的是叶万昌 我听说这几天 他在雍州和北京两头跑 基本上不回柳全 柳全出现了一种说法 抓了一只老虎 吓坏了一只病猫 祝国华就是那只老得连牙齿都掉光的虎 叶万昌就是那只病入膏肓的猫 唐小舟想 社会上有些人就是如此 裤裆里竟是屎 却以为多穿几层裤子 臭味可以包住 叶万昌 在柳全卖官欲绝的事 江南省官场早有传闻 王会庄贪污案的引爆 应该就是前奏 打响了青角叶万昌的第一枪 最终虽然证实谋杀王会庄的是曹满江 表面上看 似乎没叶万昌什么事 可有几个人相信 与王会庄没有直接交往的曹满江 会去干这种谋杀的勾当呢 又有谁不怀疑 此案的背后一定还游着一条大鱼呢 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 叶万昌便已经意识到 一场巨大的反弹风暴 正向他席卷而来 接着出现了卢清华案 这可以说是清剿叶万昌的又一个战役 叶万昌错误地判断了形势 以为可以借助群体性事件 迅速扭转局面 在卢清华案中 叶万昌至少做错了两件事 第一 他未能正确评估那些在背后支持他 围攻江南日报社的人 那些人将他当枪使 希望他跳出来闹一闹 把水搅浑给赵德良施加压力 第二 他低估了赵德良的权力控制能力 以为赵德良真如江南官场传说的那样 只是一个无拥无谋 只会掉书袋的书呆子嘛 用黎兆平的话说 任何事 肯定有一种解决办法是最好的 叶万昌不仅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甚至连刺好的都没有抓住 选择了一个最差的办法 赵德良恰恰抓住了叶万昌行动中存在的漏洞 开始大举反击 尽管后来赵德良的江南大扫黑功败垂成 但在柳泉却打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大胜仗 到了这一步 叶万昌建立了城防阵地 相继失守 此时他的一切努力 大概也仅仅是困兽之斗吧 唐晓舟说 叶万昌虽然是一只病猫 但也不是一只弱猫吧 李兆平说 你的意思是 只省里会有人出面保他 我看不一定 叶万昌的事 早几年就有很多传说 官场上的那些人一个比一个猴精 听到那些传说之后 恐怕没有人不防一手 上面的人之所以一定要保某个人 说到底 那不是为了保别人 而是为了自保 如果那些人不需要自保呢 他们还会下死力 保叶万昌吗 王宗平说 恐怕不能完全撇清关系吧 我听说叶万昌 往上送礼 是很有一套的 他几乎每个星期 都要往省里跑一两趟 省里领导家里有什么事 他是必到的 到了过年过节 他会弄一个车队 往北京跑 李兆平笑了笑 真的拜的佛多 自有佛佑啊 官场之上根本没这回事 你见佛就拜 遇到小灾小痛 这些佛或许去绑你一把 真的遇到大事 尤其是人家需要 拿身家性命往上扑的时候 肯定没人理你了 正在这时 侯正德进来了 进来之后 先向大家赔不是 李兆平指着那个空位子 和桌上那瓶茅台说 道歉 又有诚意 那是你的 你看着办吧 侯正德已经喝过酒 此时再加一点 只要不醉不是问题 他爽快地说 好 哎呀 发酒 说着 自罚了三杯 然后到了第四杯 向大家敬酒 李兆平说 这酒虽好 但也害人呐 就像美女一样 贪多不化 你别只顾着喝酒 先消化一下 这神户牛仔骨 还剩两块 专门留给你的 尝一尝 侯正德说了几句感谢的话 加起一块牛仔骨 送进口里 李兆平又说了 刚才我们在谈 抓了一只老虎 吓坏了一只病猫 你在高层 给我们透露点内幕啊 侯正德到底政治上不够成熟 大概也觉得 唐小舟 李兆平这几个人 很强势 有意在他们面前卖弄一下 说 你是说 祝国华案吧 事情不小 哦 不小是多大呀 好像说已经查清的 有近千万 可能还不到一半 搞不好有几千万呢 王宗平说 几千万 那够打把吧 侯正德说 打把 便宜了他 他的儿子 祝涛更厉害 号称身家几十个亿 全部都是黑钱 还有几条人命 和十几起血案 没有他这把保护伞 他儿子 早在几年前 就变成灰了 李兆平说 我听人家说 我听人家说 祝涛是用人不当 那些坏事全都是他的副手 姚魏清干的 侯正德说 你说 狼和背 哪个是大哥 哪个是二哥呢 唐小舟也不知道这些内幕 但又不希望侯正德透露太多 毕竟 这都是高层机密 一些事情 被人们传来传去 到底会起什么化学作用 无法预料 尤其无法判断 某件事是否出现 对赵德良不利的变化 赵德良是他背靠的大叔 无论从哪方面看 他都要不惜一切的保护 他举起杯 对大家说 哎呀 来来来 我们喝酒 重新回到赵德良身边 第一天 赵德良给他布置了一个特殊任务 赵德良说 双劫之后 公安厅要举行一次 全省公安局长会议 全省各市州县的公安局长 和常务副局长参加 这是公安战线 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开封同志 已经向我汇报了几次 希望我去会上讲一讲话 开始我考虑还是不讲了 我对公安业务不太熟 怕说外行话呀 后来再三考虑 觉得有些事 还是需要说一说的 可是 说什么呢 我对公安业务不太熟 我对公安业务不太熟 我对公安业务不太熟